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我自己 业障自止悲 我讲我听你讲我听你讲 我特别喜欢讲这句话 你不要讲我来讲 我自止业障自止悲 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我自己业障自止悲 不要师父悲 也不要任何人 背不起的赶快讲吧 好的 像你这种人背得起的 命都背光了 请问师父帮我看看我的身体 七几年属什么的 七一年属猪 今天全是猪 都掉到猪圈里了 你不好啊 你这个老病复发 是的 你知道你好过一段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又会不好吗 不知道 破戒 破戒听得懂吗 你许过的愿 你有没有破戒啊 自己想想看 我自己会忍悔 好好忍悔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脑子不能乱想啊 有时候像你们这种 已经被护法神天天盯住的 听得懂吗 生这种病的人 护法神天天可以盯住 地府的那些官差 都天天盯住你 就是看住你 就是像你这种人 比方说已经判刑了 他就天天盯住你 如果你再做错事情 只要一点点 他就可以把你拉走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你自己要知道 你哪怕脑子里想一点 不好的念头 他都会把你拉走的 所以你要很干净 很干净 知道 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就是我的腰筋 惹很紧 他现在就是在我的身体 晚上他都来 不是 他现在还在 我知道 他晚上跟你搞啊 白天就是在你身上 他也不大讲话的 他就是现在和我一起练经 他有就是我想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不 不好的那些肮脏的想法 不是 懒 这就是吃饭慢了一点 不练 就赶快要我练经 他就给信心给我 知道了 知道了 整腾我的 搞你的脊柱 肩椎腰椎 不是 有几点点的 他不是很疼的 他就是提醒我的 他好像 好像是我的老师一样 我不 你讲的一点不错 跟你非常接近的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是个男的 他现在就是 好像他练经还快 快过你 对 所以我 我告诉你 鬼很可怜 等到他冤死了之后 他就希望 你 他看到他第一个 他死掉之后 他就找 谁欠他的 他就到谁身上去 听得懂吗 然后他一看 你又练经的 又欠他的 他就来找你帮忙 然后帮忙的话 有好几种 有的是晚上来 有的是整天 附在你的身上 他像这种 就整天附在你身上的 所以他要 赶快地解脱 所以他逼着你要 赶快念经 他自己也念 听得懂吗 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一个念经的人 死掉之后 你说他会念经吗 他当然会念经 他当然念得比你还快 听得懂了吗 他为什么要在你身上 还债 叫你还债 我应该怎么做 拼命念 还有多少小房子 可以帮他超脱 820张 好好念了 知道 好吗 对你还是不错的 没搞你 没有 他晚上 他们没骚扰我的 看见了吗 谢谢师傅 真的 你要不要他晚上 骚扰你了 不要 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你现在知道了吗 真的存在 我要说给全世界的人听 说呀 对的 师傅讲了对吧 对 师傅全都对 我今天晚上心心大增啊 没有你证明一下 我下面以后怎么会 对 师傅说 全部全部都是对的 真的 这个世界真的有 你看不见的 他是存在的 他天天 弄你 他就是提醒我 他是一个善意 我知道 现在我就是 想帮他解脱 我们现在很多人 不是都在帮自己的家长啊 帮过世的亡人 都在想办法解脱嘛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也想办法解脱嘛就好了 嗯 你乖一点啊 知道 这种事情 因为你自己的业障啊 所以他找上你啊 你的老师 你的老师们跟你关系很好啊 一直喜欢你 就算你不喜欢他 他喜欢你了 你也是有缘分的 你让人家喜欢你 都是有业的 知道 你一个女人 整天眼睛弄来弄去的 人家男的喜欢你 我又不要你了 你不是惹来的 对不起 一眼睛不要放电啊 我叫你们不要放电 不敢 好了 还有 师傅 他现在很开心 我叫他 叫你给他念八百多张 他现在开心得不得了 他可以 出来吗 出来大家不要吓坏了 你还烦我啊 我已经够累了 出来吗 还是在里边好 我过去看图腾 看了多少出来了 他要出来啊 你已经出来 就蛮好了 你还把他带出来 你不要把他叫 哈 哈 谁到家了 他好像 想跟我一起修一样 对啊 他就是在跟你一起修呀 哎呀 真的 已经很客气了 对你啊 谢谢 哎呀 他是冤枉死的 前世是吗 什么前世啊 见 今世啊 已经死掉了 冤枉 被人家冤枉 冤死鬼啊 不是我吧 不是我吧 二啊 你要醒来说话呀 你好好醒过来说话好吧 不是你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你身上的灵性啊 你把它合而为一啦 人鬼恋啊 人鬼情未了啊 师父 你真的很慈悲 因为你带一个人快乐 还带帮人解脱 痛苦 你们记住啊 马上要出来了 我很害怕 烦死了 还有师父 我放生 放生放多少条是吧 对 放2500条 好的 我想问问我的莲花 棉花 不是 他就是帮我练剧 练到我的嘴呢 都说话不清楚 他当然了 他嘴 鬼的念经是特别快的 他如果利用你的嘴巴在念的话 你的嘴巴的神经全部被他控制住的 对 当他离开你了 不让你念的时候 你的神经就麻木 所以你的嘴巴讲话就没有力 对 讲不出来 师父你说那很对 你怎么说的真对啦 真的 真的 真是这样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呢 我的莲花 有没有种上去 几号啊 棉花几号啊 呃 呃 二十 二九四九五 二九四九五 对 棉花在上面了 谢谢师父 所以死不掉 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有莲花在上面 所以他对你很客气 刚刚才种 前天 前天才种上去的 所以他很开心啊 听得懂吗 对 他很开心啊 他也得到很多加持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观世音菩萨 我可以成为师父的弟子 好好乖一点啊 好吗 好 好 嗯